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分享的是 与美人礼金 由丫鬟皇后而娃娃影后的 旌旗逆袭 谈及篡起于1960年代的 香港国语影坛明星 十有六七会触及 邵氏于1961年创办的 南国实验剧团 剧团性质类同演员训练班 借由系统化的培训课程 将一群年龄介于 十几二十余岁 有志投身影坛的 青年男女聚合一起 在从其中寻找 值得投资培养的潜力股 与他们签订长达数年 薪酬远低于 大牌明星的基本演员合约 如成功捧起 也无需担心跳槽 或涨价问题 邵氏会演服役 电影事业蓬勃发展 这群原本平平凡凡的 男或女孩子 已要成为 意义发光的明星 因应当时 女强男弱的演艺生态 几位毕业于剧团的少女 诸如江青方银正佩佩 秦平行贿李婷等 陆续获得启用 先为林黛乐蒂 李立华等顶流配戏 代颜值演技更趋成熟 再派与 药角生活任主角 重备受期待的新生代中 整体条件并非顶尖的李金 凭着天分努力与运气 从称职的百搭丫环 退变为亚洲影后 更神的是 手捧影后奖杯的她 实际年龄还不到17岁 造就未成年丰厚的一夜传奇 本名李国英的李金 自又对电影兴趣浓厚 就读宝雪女中二年级时 耳闻南国神剧团训练班 招收第二期学员 随即前往报考 相较外形格外出众 或体态轻盈优美的天生明星 当时的李金 因单眼皮黑皮肤而险些遭淘汰 信得他表现机敏灵活 试镜时自然大方不确场 才得与2000名适应者中脱颖而出 与方盈、江青、郑佩佩等40人为同期同学 剧团结业后 李金于1963年与邵氏签订 八年基本演员合约 为己方盈和江青 分别于邵氏版与国联版 七仙女刃主角 成为同期中首批兽捧的幸运儿 至于李金则位列 颇受重用的第二梯队 此时的他被定位为 古装型演员 陆续于黄梅调电影 宝莲灯雪手印 双凤奇缘送宫觅时 为戏份颇重 穿针引线的丫鬟 整体而言 心运平顺 是记者笔下 稳步向前的后起之秀 笔时的李金与新人时期的 小情人丁浩有几分相仿 举手投足散发甜美可人的青春气息 言谈间混合少不经事的 俏皮纯真与 出其不意的超龄得体 入影圈黏鱼 不满16岁的李金与 双凤奇缘饰演林波的丫鬟 片中他帮小姐出谋画策 跟小姐改换男装 服以剧中人凡是有主见的性格 正好切中自己的个性 不仅演技获得赞赏 他也终于心中不会震 全然适应摄影棚生活 今年我不能多游水了 因为如果皮肤黑 是不适宜于拍摄彩色片子 去年我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机会了 都由于这可增的黑皮肤 自入影圈 李金与很清楚自身的优缺点强弱像 早在参加南国学院剧团面试时 种种条件的高低 已毫无遮掩地摊在面前 与其掩耳盗铃逃避 亦不如正式面对改进 成为一名演员乃至明星后 李金与继续优化她的强项 亦努力改善不足之处 一方面透过化妆术令目光更加有神 另一面也尽量远离学生时期偏好的户外活动 彻底把皮肤仰白 1964年6月 李金首度获得担政机会 与辅荣音亚洲影后 身世如日中天的林波共同出演 黄梅调古装片《人鱼先缘》 后来更名为于美人 李金分是性格甚或性质 迥异的《官家千金》与李于金 电影虽以林波挂头牌 内核却是以李金为主轴的蛋脚戏 为因应1965年农历春节党期上映 于美人不只有主线剧情 附现同样精彩锦凑 仿佛令人目不暇起的烟火秀 缤纷绚烂中 身为女主角的李金不仅未被掩盖 更被暂时锋芒毕露 一如于美人霍佳平的报道内文 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 李金非但已成为光芒已露的明星 而且更是一个条件皆全的优秀演员 来日正成前途灿烂 无可估计 随着于美人叫好叫做 曾经的丫鬟能守就此跃居主角之灵 尽管人于星座西乡记 在演崔茵茵的丫鬟红娘 但此丫鬟已是促成小姐幸福 教育背信夫人的真正主角 李金先父后主的逆袭际遇 正是自身精进与心情努力 两者双重加持的善果 李金在于美人中能唱能打 善喜善忧 呼啸呼气 晚似演技展览 因此获得如许赞扬与嘉评 可见公道自有人词 于美人的成功 使李金成为少事重点栽培的新生代 在剧团前后期《学员》中 星途可谓扶摇直上 不过业内人士与观众影迷 虽皆认同李金能演 却未曾见他将评死于 第十二届亚洲影展容音影后的传闻 此前影圈一度盛传 邵氏将以情剑指导的文艺悲剧《痴情类》参展 并由女主角叶峰角逐奖项 又一说是严峻李丽华或可评万古流芳 获得最佳男女主角 再一说为冯宝宝将获选最佳童星 然而上述预言皆为陈真反倒大爆冷门 由不满17岁 仅两年隐龄的黄毛丫头李金报得金合奖 本玉随团赴日本京都出席雅展的李金 应敢拍《西香记》与文肃成而未能成行 1965年5月15日上午8点半 睡眼惺忪的他于尖杀局自宅 接获记者报喜来电 才知自己已成新科亚洲影后 言谈间李金兴奋中略带遗憾 如果我能到日本去 亲耳听到大会宣布我得奖的消息 我可真会晕倒呢 隔日深夜 邵氏总裁邵逸夫接香港代表团返港 李金盛装出行迎接 于机场接下新人何莉莉带为保管的讲座 总是大方得体的他 难得流露符合年龄的紧张与兴奋 公司提取李金喜悦至失眠的情绪 破例给予几日假期 希望他能好好的静静的休养几天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感到意外 因为无论我的年龄上 我从影的经验上 我觉得我自己的确配不上这份光荣 也可以说我连做梦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回顾李金之前的三位港产亚洲影后 都是在二十几岁时 或如灵带有名累积高知名度 或如灵波人气猛爆上升 才得以雷霆之势登上影后 从未见李金这般不到17岁 仅拍数部电影首次单纲主演就能获此殊荣 亚洲影展爆冷门李金夺得影后的震撼程度 甚至登上1965年由香港影剧记者选出的香港十大银色新闻第三位 仅次张扬叶峰离婚 林波与张冲秘密订婚两大消息 分析李金的获奖 除李金表现确实强颜与一人分饰二角的优势 因也与少士加大力道拔着自家新人有关 也就是说影后虽非卖座保证 却是具公信力的荣耀 李金获奖后 但凡他主演的电影都被赋予亚洲新影后 亚洲影后或娃娃影后的头衔 地位瞬间升级 实属既迅速又完美的造星捷径 当然上述计划仍需李金的硬实力支撑 而他也以优异的表现 证明自己却有受力捧的本钱 年龄越大对事物了解越深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只希望自己年龄越大 能够将戏演得更好 1966年18岁的李金迈入 很多人都认为可怕的年龄 事业心重的他自述生活一切如常 面对恋爱问题称毫无兴趣 面对旁人绯闻 诸如林波金汉婚旗 失去林波后的张冲近况等 则已都是我的哥哥姐姐 如今生活都很愉快迂回必谈 通会如李金 公司两面均展现顶流巨星风范 一年主演数部电影又具票房号召力 李金转眼以成余 李力华林波等姐姐被地位旗鼓相当的头牌 仅片酬数字略逊己酬 成为娃娃以后两年 月薪人为称不上丰厚的700港币 差不多等同于一名高级白领职员 即便稍后身为双倍的1400港币 对比早前已动辄数万的前辈影后林黛游敏 仍是小屋见大屋 为缩减开支 李金姐母亲搬入位于清水湾的邵氏影城宿舍 既无洋楼也没汽车 过着简朴的节约生活 李金对无排场的阳春日子并无怨言 就是日后经济环境许可 也不准备买楼买车 他坦然解释 住不要租金的宿舍成公司汽车 有住有车还不是一样 又过几年片酬不断提高 且投资有方的李金 已成娱乐圈首屈一指的小富婆 后话是富裕的日子 在母亲于1983年去世后有了变化 淡初影谈的李金转而从事股票金融投资 无奈赔多赚少 赋予沉迷赌博的传闻 终将累积多年的金山消耗殆尽 无论李金的财产是如外界所说的赌光 还是他自述在不知不觉间花光 都令旁观者无限感慨 李金每天都在山上的片场工作 休息时就同母亲回到小小的宿舍去 成功并没使他变职 也没令他做作虚伪 他的勤恳青春及天才 形成了如此年轻的一位影后 1967年李金接受美国展望杂志访问 报导将他描绘为一名努力乖巧的公主 在邵逸夫创造的电影王国辛勤工作 文中提到他正在拍摄讲述 村女被没人逼嫁老头子的电影金金 导演演俊告诉他 你扮的是一个少女 你不用作戏 因为你自己就是少女 有趣的是乍听只需本色演出的小菜一碟 在另一则报道 李金谈金金及其他却成一桩难事 李金表示导演严峻对他要求很严 未开镜前已花费许多时间解说故事 开镜后又要他熟读对白 认清布景 动作表情等都得下功夫练习 李金不讳言吃了不少苦头 却也收到苦尽甘来的果实 除去出入影坛时的短暂坎坷 李金的逆袭来得既快又顺 第一次当主角就获得最佳女主角 而后年年入选十大影星 名字不拖前三甲 于1960、1970年代的香港国语影坛 屏部清云 曾因单眼皮皮肤黑险些落选的李金 无疑是南国语实验剧团发掘的最耀眼钻石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